大家好,我是朱朱,我是台北人,也是台灣來的 我現在是中文大學畢業2009屆的學生 為什麼我會選擇香港中文大學的MBA呢? 其實是因為我當初在選擇學生的時候 我是教過很多的地方,像是英國,然後像是美國 然後當然還有亞洲其他學校 那我覺得第一個是香港它是一個金融中心 那這個地點我覺得是非常International 很適合就是有亞洲的文化還有International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它課程的設計 像通常英國學校的課程是一年,然後美國學校是兩年 那中文大學的MBA其實是很Fastful的 就是一年到一年半都可以選擇 然後你也可以選擇說你要不要去International 要不要實習,或是你要不要去Exchange 那像我的話,我之前的Background是Media 那是Media,那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我有機會可以在Microsoft在一廳的學期 那我之後呢,也有機會可以去國外去美國 然後我UCLA就Exchange 那這個課程對我來講就非常有興趣 我覺得在中文大學其實我很高興能夠重回學生生活 在工作好幾年之後 所以其實我很珍惜這一段得來不一的校園生活 那中文大學其實我很幸運 就是我有很多各種不同國際的同學 像我們有秘魯來的同學 有保加利亞來的同學 有印度同學啊 還有中國大陸各個地方的同學 然後韓國啊,日本啊,美國啊,英國啊,德國啊都有 然後我們大家其實常常都會在一起 然後因為我們都住學校的宿舍 所以其實我們感情特別的好 然後大家常常都會一起出去做各種不同的 呃,去玩啊,或是去,呃,一起讀書 一起討論作業什麼的 那這個好處是大家感情真的非常的融洽 然後其實現在可能很多同學是因為英秦 或是因為英秦關係到不同地嘛 可是我們都常常保持聯繫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可以了解各種不同地方的人的一些文化 然後慢慢交流了一個機會 那我覺得C1PA幫我很大的一個部分 就是其實除了課本上的知識 因為其實我之前我的背景其實跟商業引文修沒有 那來這邊當然我有很多就是一些 不管是基本或是進階的一些商業知識 那另外其實因為我們有各種各個國家不同的學生 所以其實我也會了解到就是跟各個國家不同地方的人 一些相處的模式還有不同年齡跟人相處的方式 其實這些幫助我很多 就是不管是課本內課本外的東西 其實都讓我成長了很多 那當然就是呃,在台灣的話其實你比較沒有那麼的 你很擔心喔 就是在這邊香港在台灣最大的波動 其實就是你在路上或是在每個地方 其實各個國家的人都很多 那這個地方給我的眼鏡也是很太一樣 那當然我之後還會去UCLA 那我也會有更種一樣的一個視野 那這些我想的都是對我工作很大的 感谢观看